俗话说得好,人不可貌相,男人意识如何,有些男人表面看起来正经,其实内心很色,现实生活中,每个人都是有好几面的,有些人,表面上看上去比较文静,内心可能是很活泼的,有些人平时在朋友,同事面前比较表现得比较外向,话比较多,但是他的内心可能比较内向, 感情中,女人往往是容易受伤的那一方,她们缺乏安全感,很容易被男人伤害,被男人的外表欺骗,所以,女人不能被男人的一些表象欺骗,要擦亮自己的双眼,有的男人表现吊耳郎当,看似不正经,其实比谁都更专一,深情,而有些男人,他们只是表面正经,看起来一本正经的, 其实内心很色,只是伪装得好,那么如何鉴别这类表面正经,其实内心很色的男人呢? 这些男人大多有这三个特征,女人不得不妨,一,异性朋友多且对异性很好,男性,女性之间有几个异性朋友是很正常的,但如果异性朋友过多,常常混迹在异性的圈子里,尤其是男性, 如果男人的异性朋友很多,也经常和女性朋友一起出去玩,并且对这些女生都很好,很热情像个中央空调一样,女生有困难都会来帮忙,男女性在一起玩,尤其是经常在一起玩, 都会对对方或多或少产生一些好感,而一个男人和很多女生一起玩,自然会对这些女生产生不同程度的感情。 同学小江,在学校的社团混得很好,带人热情,自然认识了很多朋友,不过大多都是能歌会舞的女孩子, 她经常和这些女孩子在一起玩,参与她们节目的排练,为她们提出一些指导意见,有些也会和一些女孩子出去游玩,旅游, 甚至是个别的单独出游,类似小江这样的男人,对这些异性朋友,向外面所有人的说法,都是普通朋友, 其实呢,事实是如何呢,大家都心知肚明,这样的男人表现看起来很热情,很外向,实际上,和这么多的女性朋友相处, 而且对待这些女性朋友都很好,其实内心往往很色,并不像表现上你看到的那样,一个正直的男人, 很正常地处理好和这些异性朋友之间的关系。 二,爱在女性多的地方自我表现,同事小王在工作中的业绩一直都比较靠前, 在同事面前话也比较少,与同事之间相处得也很融洽, 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比较靠谱的男人,大家也经常带他一起去参加聚会, 某一次大型聚会中,有和好几个门店的联谊,同事说这次的单身女生会比较多, 漂亮的也不少,小王默默地记在心里,聚会时,打扮得与往日有所不同, 很帅气,聚会时,小王表现的与平时也与众不同,变得能说会道, 很拨女孩子的芳心,与每个女孩子都聊得来,还装作很贴心地为女孩子挡酒, 取得了女孩子的信任,获得了很多女孩子的联系方式,大大改变了同事之前对她的印象, 这件事情后,以后凡事在女人多的地方,小王都表现得凯凯而谈, 甚至在不顺路的情况下,还会绕远路送女孩子回家,在女孩子心中树立了一本正经, 给人正直绅士的良好的印象,由此可以看出,有些男人在平时表现得很正经, 是一个正人君子的形象,甚至表现得不太会说话,话很少, 实际上,这些男人内心狠涩,一旦有女性多的地方, 他们就会暴露自己,大改平时的形象,变得凯凯而谈, 女人们一定要注意这点,三,来者不拒, 俗话说,男人都是视觉动物,对那些长得漂亮的,身材好的女生, 毫无抵抗力,尤其是一些主动的女生, 哪怕他们的长相和身材一般,男人也总是来者不拒, 小李,是个平时在大家心目中做事靠谱的同事, 说起话来也头头是道,开会时,也总能提出一些不错的想法, 同事们都很喜欢和他一起共事,就这样, 小静对小李产生了好感,便开始主动接近小李, 小静并不知道小李有女朋友, 便开始追求小李,都说,女追男,隔成杀, 不久,小李和小静在一起了, 可是,好景不长,一次外地女友来看望小李的时候, 真相才大白,这样的男人,大家要小心了, 表面上表现得很优秀,很能干, 很能够吸引女性,实际上内心很色, 对女主的主动,来者不拒, 当她下次再有女生主动的时候, 她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来者不拒的, 其实生活中,每个人都是多面低, 这些表面正经, 其实内心狠色的男人, 小编给大家总结了这三个特征, 女人不得不防呀, 那么,在与异性交往中, 有什么表现的男人会更专一呢? 在与异性交往中,专一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, 它代表着一个人对感情的真诚和承诺, 专一的男人往往能够给予女性更多的安全感和信任, 因此吸引力也更强, 那么,什么样的男人会更倾向于专一呢? 接下来,我们来探讨一下, 专一的男人往往对感情十分真实, 他们会认真对待自己与伴侣之间的感情, 不会轻易动摇, 这种男人会把感情看得比一切都重要, 他们会尽心尽力去维护和经营这段感情, 不会轻易放弃, 无论是在美好的时光, 还是面对困难的时刻, 他们都会坚定地站在伴侣身边, 共同面对一切, 专一的男人通常有着坚定的原则和价值观, 他们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 对于爱情也有着明确的期待和承诺, 这种男人不会轻易被外界的诱惑所动摇, 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义务, 会全心全意地对待伴侣, 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生活中, 他们都会保持诚实和忠诚, 不会背叛伴侣的信任, 专一的男人往往有着稳定的生活和事业, 他们清楚自己的责任和义务, 会为了家庭和未来努力奋斗, 这种男人会在事业上稳扎稳打, 为家庭提供稳定的经济支持, 同时也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家庭中, 他们明白家庭是自己的责任和承诺, 会努力去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, 总之, 专一的男人往往具备对感情的真诚和承诺, 坚定的原则和价值观, 以及稳定的生活和事业, 这些品质使他们在与异性交往中更加可靠和吸引人, 也更容易赢得伴侣的信任和尊重, 因此, 对于女性来说, 选择一个专一的男人是非常明智的选择, 因为他们能够给予你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, 女性在与异性交往中确实需要保持警惕, 特别是对于那些可能不够专一的男人, 虽然专一的男人往往具备一系列吸引人的品质, 但也有一些男人可能并不真诚或者不够可靠, 因此, 女性需要注意观察男人的一些表现, 一旦发现不妥, 就需要果断断绝联系, 言行不一的男人, 这些男人可能会说一套做一套, 言辞之间充满了矛盾和虚伪, 他们可能会对女性说出一些动听的情话, 但却不会付诸行动, 或者在背后与其他女性保持密切联系, 这种言行不一的表现表明了这些男人的不真诚和不可信赖, 女性应当迅速与他们划清界限, 以免受到伤害, 李女士是一个职场上的精英, 她与一个看似优秀的男性相恋, 这个男人给了她很多动听的承诺, 表示愿意与她共同打拼未来, 然而, 李女士很快就发现了她言行不一的问题, 这个男人常常对李女士说出甜言蜜语, 让他感到很受欢迎, 但是在实际行动中, 他却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迟或者避免与李女士共度时间, 他对她的承诺总是充满了虚假和空洞, 而且在李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, 他与其他女性保持了密切的联系, 甚至出现了怀疑她是否真心对待自己的情况, 尽管这个男人口才了得, 但是他的行为却完全背离了他所说的话, 李女士意识到他与这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失去了信任和稳定, 他决定果断地与他划清界限, 不再继续对这段感情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, 缺乏责任感和承诺的男人, 这些男人可能会在生活和事业中缺乏稳定性, 不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, 他们可能会对感情持有轻率的态度, 随时变换对象, 不愿意与任何人建立长期的关系, 对于这样的男人, 女性应当保持警惕, 不要轻易相信她们的承诺和诺言, 以免陷入不必要的困境, 小王是一个外表风趣, 表现出聪明机智的年轻人, 他在工作中表现出色, 深受同事的喜爱和信赖, 然而, 小王在感情方面却展现出了不稳定性和不负责任的一面, 小王经常对身边的女性说出动听的情话, 却很少真正为自己的行为负责, 她对感情持有轻率的态度, 经常变换对象, 不愿意与任何人建立长期的关系, 她总是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浪漫迷人的形象, 但却在关键时刻显得优柔寡断, 不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, 在和小王交往的过程中, 女性很快就意识到了她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, 尽管小王口才了得, 表现出一副成熟稳重的样子, 但她的行为却完全不符合她所宣扬的形象, 女性们意识到, 与小王继续交往, 只会让自己陷入困境, 因此, 他们开始保持警惕, 不再轻易相信她的承诺和诺言, 控制欲强, 独裁倾向明显的男人, 这些男人可能会试图控制女性的一切, 包括她的言行举止, 社交圈子, 以及个人自由, 他们可能会试图剥夺女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, 将她们置于被动和被控制的地位, 对于这样的男人, 女性应当果断拒绝, 并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尊严, 不要让她们侵犯自己的权利和尊重, 张女士是一个职场上的成功女性, 她在工作中表现出色, 生活中也独立自主, 然而, 她的前夫却是一个试图控制一切的男人, 对她的生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和限制, 在婚姻中, 张女士的前夫试图控制她的一切, 包括她的言行举止, 社交圈子, 以及个人自由, 她经常指责她的一举一动, 要求她做出符合她期望的表现, 她还试图剥夺张女士的独立性和自主权, 不允许她单独外出或者参加社交活动, 将她置于被动和被控制的地位, 张女士意识到, 她的前夫是一个试图控制一切的男人, 她果断地选择了离婚, 并且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和尊严, 她不愿意让任何人侵犯自己的权利和尊重, 坚持追求自己的生活和事业, 虽然离婚带来了一定的痛苦和困扰, 但张女士坚信, 只有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尊严, 才能真正拥有幸福和自由的生活。 女性在与异性交往中, 需要保持警惕, 特别是对于那些可能不够专一的男人, 一旦发现男人言行不一, 缺乏责任感和承诺, 控制欲强等表现, 女性应当果断断职联络, 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, 只有选择一个真诚, 可靠, 专一的男人, 才能给女性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。